这里是大群互动 职场招聘节目 非女莫属 欢迎节目 主面试官 乌鲁 好 谢谢大家 来 请坐 欢迎来到天津卫视 非女莫属 我是陀蕾 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这里的掌声 用给三位老板 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我是张岳 学习时刻苦努力 做事时一丝不苟 工作起来又可以被体貌食 同时我也是家长和朋友的垃圾桶 如有不快 也可以尽情地向我倾务 仅仅是这样 就不是一个完全的我了 其实我还是一个女朋友孝星 喜欢喜剧的我 偶尔也会跟朋友比对来一段 明天我将从黑米莫属起步 开启我的职业生涯 希望可以在更广阔的天空 展翅翱翔 张岳 女二三岁河北人 狼房师范学院本科心理学专业 尊敬的在场 十二位老板 十二专家 还有图磊老师 大家好 我是张岳 先就读于狼房师范学院心理学专业 其实很多人知道我是学心理学以后 问我的第一个问题都是 你能猜透我在想什么吗 其实我真的没有那么深 四年的心理学学习 让我从自身分析开始做起 能够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 去分析自己 调整自己的心态 也会在日常周围发生的一些有趣的现象里 进行简单的解读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 希望求得一份人力资源专员的工作 或者是各位老板和HR专家认为适合我的工作 谢谢大家 小胖子一眉 放松了对自己身材的要求 你有多少金 因为这样不太好了 上来就错我弱点 没事 130 没事 不太值 比我还轻30 图磊上来就问你年龄 暴露了他什么心理特点 我道行还浅 我就简单说一下 我觉得图磊老师问 我就看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大胆的人 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的人 如果是一般的小女生 可能是 哎呀你讨厌了 是不是 问人家体重 我无所谓 我一直以来有多少说多少 不错 是一位胆子大的张大妈 你学心理学是因为受到什么 有些人学心理学是因为 曾经自己内心有创统 要疗伤 有些人是因为失恋等等 你是因为什么 我不是流须拍把屁 我确认是看非你莫属 还有其他类的节目 都会有像HR专家这样的 我觉得他们一定是学过心理学的 通过我们的行为和表现 还有说话的方式 能够给出一个大概的判断 这样的选手到底适合做什么 所以说 我希望成为这样的 所以就选择了心理学 那你曾经最喜欢我们的哪位专家呢 我们历任有好多专家了 我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 我真的很喜欢 唐白燕老师 对于一个人的评判 他指出他的这个问题的方式 其实有很多种 有这种直来直去的这种 当然我觉得每次听 庞老师确实演得很到位 但是也不会让人觉得很尴尬 或者是觉得自己有一种受挫感 点而不透 对 是吧 对 会给选手留下思考的空间 你应该去怎么做 你自己去体会 所以你想成为他那样的人 对 恭喜你外形已经成为一半了 张岳有个问题 心理学跟人资 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专业领域 当然这个当中是有些交集的 就问你一下 就是你做人资的话 做HR需要具备哪一些专业知识 你能回答得上来吗 专业知识 我觉得以目前的状况 我是知道人力资源有六个模块 然后在这方面 我考取了人力资源管理师 这样的一个资格 也就是说你其实已经做好了一些准备的 做好一个准备 先说一下哪六大模块 让专家听听对不对 好的 在我知道的人力资源的模块里 有规划 有绩效 还有招聘 还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员工的一个激励 还有一个员工关系 还有一个是 别急 有好多人回答不上来的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培训 来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情景资料 来 把情景资料拿出来 那我来简单地说一下 第一个部分是我参加这种学术类竞赛的活动 第一个是一个辩论赛 其实参加辩论赛的过程 确实是锻炼人的口才和思维的一个过程 你是几辩 我是四辩 总结成绩 你是陈述是吧 对 然后你那个辩题是什么呀 严峻的就业形势是否利于大学生的成长发展 还记得当初的陈述是什么吗 好的 首先在严峻的就业情势之下 我们可以发现 在找工作的过程中 跟大学生竞争的 就不只是这些本科生 研究生 还有一些社会上流动的这样的人口 还有就业的 还有高端的 在这一点来讲 首先会对大学生产生非常大的心理压力 所以说有很多的大学生会面临这样的情况 就是我还没等毕业 但是我很怕面临就业 第二点 从就业政策上来讲 尽管现在社会给予了很多的福利政策 尤其是支持大学生创业 但是很多情况下是这样的 就是大学生还没有进行就业 但他就已经开始了创业 在这方面会面临许许多的问题 综上所述 我认为严峻的就业形势 不利于大学生的发展 有哪个老板曾经做过事变的来点评一下 就是总结成词 第一个是一定要特别的犀利 一边比较优秀的是开篇 先把对方先打一下 然后你的利益的过程中 论据稍微缺少一点 就为什么大学生现在不设创业 举一些比较彪悍的例子出来 打多少分 不及格 好的 谢谢老师 我觉得像家勇给人评不及格的时候 就得做一个及格的表率 我觉得这靠谱 对 而且家勇也很乐意去做变手 我们大家都知道 来吧 家勇 那个变体是什么了 严峻 什么 你变体都不知道 你点评 你点评 不及格 点评得好 给他个机会 你来不来 不来就算了 来来来 我来一个 你还真来啊 就是吗 干嘛不来 哎呦 行吧 刚才他两个人点 我就喜欢看别人说笑话 来吧 尊敬的评审团 尊敬的各位便友 首先我方的观点是 严峻的就业形势 有利于大学生的就业 为什么 第一 我们常说 竞争越大 压力越大 反抗力越大 恰恰是在 在严峻的形势下 每一个人才会清醒地认识到 我们处于什么样的环境 我们才会更加深刻地去分析 每个人的细分竞争力 在这种环境下的 所有的学习 就职 才会更有指向性 才会更有美好的未来 所以我方的观点是 我们坚决认可 越是竞争激烈的时候 人才的浮出 越有价值 所以有利于大学生的成长 那我想请问一下 对方便友 为什么你创业 一样不如一样呢 尊敬的评审团 你的观点 恰恰证明了 这恰恰是在 复杂竞争环境下 需要反复地打磨 才会绽放那朵 美丽的玫瑰 那为什么我还没看见 你绽放 绽放是需要时间 是需要耐心的 这也有欣赏我的人 谢谢各位便友 谢谢评室团 好 基于对方便友的脸皮 比城墙还好 我彼此认输了 你也认输吧 别跟他对抗 好吧 我们继续 来请请资料解读 然后第三个部分呢 是我参加志愿者 就是在 第十届中国心理学家大会 我当时是作为 这个参组的志愿者 其实在这个方面 我有一个事情 特别想分享一下 是我经历的 但是不是我实际处理的 当时在餐组这个情况 因为好多与会的代表 会买餐票 而且不便宜 所以说我们卖餐票 这个提醒的过程中说 您最好是吃一顿 您就买一顿 因为不知道 这个里面到底什么情况 还是有大手笔的 一下买了好多 这个餐票是不能退的 但是后来有人 吃了一顿以后就开始 这个不好吃 我们要退 我们要退 这种情况怎么办 当时我们的组长 确实很巧妙地画出一个危机 他说 这样吧 我们可以给你提供一个 交换餐券的机会 如果你想退的话 这是不可能了 会给你找人 这样的话 确实解决了 这个餐票的问题 所以对当时我来讲 我觉得 做事的应变能力 其实是很重要的 这个案例在你的专业角度来讲的话 它会有一些专业的公式 理论去支撑吗 其实老师是这样的 我不是把所有的事情 都归到心理学这个方面 我也不会说 看所有人 看所有事 都用心理学的眼光 正常的事情 有时候就简单地看待 解决冲突 这也是一门学问 就是这个样子 你刚才的观点 我极度不认同 有一句老话叫做 干什么吆喝什么 说的其实就是 你沉浸在某一个专业 或者某一个方向里面的时候 你本来就应该 除了吃饭睡觉以外 把你正在学的这件事 跟你的生活 做最大的结合 你的那个回答 我觉得 可能是你现在要解决的 一个大问题 同一种的 就是就跟一个 学画画的人 他看你的人 他就自然而然地 就看你的比例 看你的结构 一个医生 他看到你的人 他自然而然地 就观察你有什么样的 这个疾病或者说身体状况怎么样 就是我们医生 看谁都有病 对 看谁都有眼镜 对 看谁都有病 院长 就比如说我自己 做营销的人 我可能看到哪里 我都去琢磨 这个东西该怎么卖 那怎么卖的 这是应该的 其实 在这个方面 我是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 我自己学了这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 我的内化的 其实还不够 所以说 就是你始终强调的 说你还不够资深 我觉得我不够资深 但是如果你不是的话 你就越来越不能资深 对 这方面我会听取 老板的建议 以后在这方面的学习 我会加强 而且我也希望 如果以后能在工作中 也确实要注重这方面的 你的回应就是 老板说的是正确的 是吧 好 接下来我问你一下 你今天应聘的是 除了人力资源方面 其他的考虑吗 其他的可以考虑 你要求薪资多少 最低100 一天 对 不低于100 倒是挺接地气的 有低于限制没有 最好是北京 来 第一轮选择 去货流 还有十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 天生活 来 智商色评题 2016年 你个人的消费支出比例 主要在哪方面花费 会居多一些 A 服装 化费 美妆 B 数码产品 户外运动 鞋箱包 C 食品和家具 D 其他类 C 食品和家具 早就看出来了 2016年大学生的消费指数当中 你们知道排第一的是什么吗 是网络游戏吗 不是 数码产品 不是 告诉你们 第一是服装 占了20.77% 现在大学生们很爱穿了 他们的分别的排序是 第一是服装 第二是化费 聊天 谈恋爱 第三就是美妆 第四是数码 第五是运动和户外 这是2017年的调查数据 想问一下在场的老板们 你们当初在大学生活当中 回想一下 你的花费 最多的是哪一项 我当初的花费最多的 恰恰是这个选项里没有的 没有的 是社交 社交 社交 对 大学生 请客吃饭 就这样子的 毫无疑问 在我们那个年代 它有一个经济指数 叫N格尔指数 N格尔指数是指什么呢 就是在食品的开支 在你的总的支数当中 占的比例越高 就是说明你的生活水准 在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 只有当你的生活的水准 或收入比较高的时候 就政治经济学里面的问题 你画在哪 你画在哪 难道你画在理发吗 没有 我当年应该是 还是食品放在第一位 你因为家里很穷啊 我觉得对 我读大学的时候 你更不应该 你把钱画在诗上面啊 食品之处是一个 非常基础的之处 不要生存 主要是诗 看你瘦的 没错 来来来来 爱玲 你是花费在哪 我仔细地想了一下 好像还是服装和美妆 因为我大学毕业 其实没有多少年 然后那个时候 阿里巴巴刚刚开始流行 所以女生们都疯狂地 你的大学时代是多少年 我是11年毕业的 07到11年 07到11年 你那个时候美妆用的 都是一些一线大牌吗 肯定不是 但我现在看 有很多大学生 都一开始用 迪奥小纳二 而且我越到后来 我就越是觉得 美妆这个东西 还真的是 大牌和评价都很好用 刘教勇 你画在哪了 我还真跟他们不一样 治病 很肯定了 我画在 我画在这个教育上 教育 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 花在学习上 其实以我的案例 我给大家提个醒 我觉得当时 我一生中 做过最正确的选择 就是当时我不喜欢的专业 我把我所有的钱 用于学英语去了 所以我才有 后来的出国之路 好 来 三位老师 这个问题 最后考出的选手 是什么样的制素 这道题呢 表面上看 是考核你的一个 消费价值观 但事实上 它是一个投影测验的题 选A呢 考核的是你的社交 比较向外 选B呢 是一个向往自由 就是你的性格当中 是一定是比较外向的 选C呢 其实是渴望安全感 无论是食品还是家居 但刚才你刚才选的C 对吧 其实做人力资源的人呢 其实不需要有那么保守 问一下三位老师 在近几年的招聘的过程当中 以及我们刚才问到的老板 当年他们在大学时期的消费 这样的消费的一个变化 折射出一种什么现象 我觉得是两方面吧 一可能是家里的条件优越起来了 第二呢也是时代的发展 很多人愿意饿肚子 但是也要把自己搞得美美的 他会觉得人的状态更好了之后 无论是在学校 还是走向社会 会给自己加分 饿肚子不至于 这个年代很少有饿肚子的了 正是因为不饿肚子了 所以他才有更多的钱 拿出来在服装 是吧 在花费 在美妆 这块消费 在我们那个年代 他的媒体的传播环境 他其实是一元化的 所以我们的价值观 其实是趋同的 就是我们这一代人 70年代 80年代 但是实际上 现在的90 包括95后的这批人 他们的信心来源 都是来自于 可以说是自己选择的 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现在的孩子 他其实的价值观 是多元的 我特别不认同 就是说代差的概念 就是说那一代人 他的精神品质是好的 这一代人 他的精神品质是不好的 每一代人就每一代人的活法 我觉得每一代人 有每一代人他的精彩 后每一代人 也有每一代人的问题 当我们发现 有很多父母 自己在校园门口 选车的时候 导致到孩子 与孩子之间比较 谁的爸爸开的车好 是吧 对啊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 教育观吧 对吧 所以说其实 有很多情况之下 不管是学校教育 还是家庭的影响 的确促成了 很多的人的价值观 孩子的价值观 所以希望在场 这些老板们 在对于自己孩子教育的时候 最好能够朴素一些 这样对他一定是 有益而无害的 来 接下来 您还有一个才艺展示 是吧 是 是什么 因为我确实要毕业了嘛 我想朗诵一首诗 叫《再别康乔》 送给我的母校 话译的人呢 为什么会朗诵这首 还是否有别的离愁 从心理上 我做好这个准备 也要告别了 我这么长时间的 校园生活 你最不舍的是什么 其实最不舍的 就是学校里的生活 我的同学 男同学还是女同学 当然是女同学 男同学也没关系 为什么当然 你恋爱过吗 没有 没有恋爱过 没有 从来没有过 所以你根本没有读懂 徐志摩的这首 《再别康乔》 《再别康乔》里边有大量的隐喻 其实是不只是母校 它里边 剥光里的艳影 新娘 称一只竹膏 向清朝更清楚 所有的这些意境 其实描绘的更多是 我们说 印象的一种男女之间的离别 的一种场景式的规划 你看啊 它是相对于传统 不是那么活跃 但是内心对于浪漫 是有渴望的 但它一直没有往前走 但是它今天说 它想要做人力资源 请问它的这种性格 和它的就业方向 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说实话张月 我一直在这儿 很安静地观察你 我有个直觉 我觉得你适合做人力资源 首先是愉悦的力量 就是你刚一出场 可能给人感觉 并不是貌美如花呀等等 我觉得谈不上 但是你让人很舒服 我觉得作为一场儿的人 让人很舒服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要学会 用你专业知识去读懂别人 和别人走近 这很重要 我建议老板们认真考量一下 来 第二轮选择 许可乐 我们是需要有一个人力资源的 这样一个实习的专员的一个岗位 同时呢 由于你原来是学心理学 我们也会做一些消费行为学 或者消费心理学这方面的一些工作 工作地点在北京 有人你初期入职场 你可以做课程文案 包括自媒体文案 根据心理学和情商管理中间 找到这个链接 工作地点在北京 好 谢谢老师 敬奇 给你的职位呢 叫做助教 我看你的出生地是在黑龙江 您可以在您的老家 来接受这样的一个工作 OK 谢谢您 陈浩 那我给你的是我们集团 在北京或天津的人力资源实习的 这么一个岗位 好 谢谢老师 灭两斩流量 感情不算感情 来 请揭晓 这样的薪资你还满意哦 满意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问一下陈老师 就是我在这个工作上 主要做什么工作 因为我们对师医生 也是采取培训学习的态度 得看你的特质是什么 好 谢谢老师 还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了 把另外十盏灯亮起 有没有心思超过于150 160啊 160 有没有超过于160 把另外九盏灯灯灭了 来 说一下为什么加十块 我其实是蛮喜欢他的 然后我觉得他刚刚朗诵的那首诗不油 不做作 喜欢他就加十块 这不逻辑 这是一天加十块 问得好 一天加十块 22个工作日才加220 他这边毕竟是一个 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 所以我觉得他还有一段时间的历练和学习 来 思考十秒钟 确定一下是否愿意让这位老板代替 他们俩当中的其中一位 你的答案是 谢谢金老师 但是 为什么 游戏这样的公司可能不是很适合我 谢谢 你做人力资源嘛 跟他做什么有什么关系 说白了你还是不开放 你还是那个问题 来 最后再思考十秒 做出你最后的决定 不能集团 优胜教育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优胜教育 在于心里的底台 找到了新的企业和一个新的工作 至于专业的问题 我觉得以后道路还要很长 自己也要为自己的专业 有更深的学习和了解 并且能够将这份专业 带入到工作之中 我叫马书伦 我叫马书伟 平时喜欢读一些带有历史背景的小说 通过小人物的遭遇 了解历史的变迁 当然 我喜欢踢球 在球场上享受踢球的快乐 另外 我还喜欢做公益 我认为做公益归根结底 还是在帮助和提升自己 我相信 最美的梦想 一定最疯狂 我就是我自己的神 在我活的地方 马书伟 男二十八岁甘肃人 中国石油大学本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大家好 我叫马书伟 2013年毕业于中国石油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毕业之后 在伊拉克做过石油工人 回家以后 又做过奶茶店的老板 足球主播 还有专职的公益人 我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 两次参加高考 都是报考了中国石油大学 而且从2001年开始 一直喜欢着我支持的球队 国际米兰 我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 所以说呢 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 希望寻求一份教育类 或者说是策划类的工作 或者说各位老板认为 合适我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看着不像28岁 你看着特别成熟 是吧 他看得像30多吧 对 他反反复复重复说 我是一个执着的人 但执着和固执 只有一线之别 你是执着还是固执 我觉得有点偏固执 我个人感觉 执着跟固执的区别 应该是固执的话 就是我不知悔改 死不悔改 而执着呢 可能是认定的方向 执着和固执都是为了目的 不罢休 但执着会变通 固执就一根线 你是第二种 第一种 第一种 对 先说一下你为什么执着地考石油大学 因为当时一块踢球的 有几个好朋友 他们经常跟我说 中国石油大学在踢球的时候 怎么样怎么样 或者挺好的 所以我一直希望 就是考入石油大学 然后跟他们一块踢球 然后是 我也挺向往北进的 第一次为什么没考上 就报了一个数学校 不做任何的那个调整 别的都没填 对 就是不接受调剂 一定要去那 对 第二次呢 第二次还是那样 考上了 都听说因为爱情而远走他乡 我一次听说一哥们踢球 非要考那学校的 再接下来说 一直执着地喜欢一个球队 哪个球队来着 国际米兰 为什么喜欢这个球队 你都付出了一些什么 第一点呢 是这支球队 从1989年 自我出生以后 一直到 2006年 才获得 就是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边 一直没有一项冠军 但是在这期间 从2001年开始支持球队的时候 我一直是在支持他 然后到2010年的时候 他们获得了欧冠的冠军 自此以后又开始 那天晚上你干什么了 他们获得欧冠的时候 你晚上干嘛了 就是跟朋友们一块 然后去看球 然后看完球以后 他们都睡着了 然后我就一天都没有睡觉 一天都没有睡觉 你也不是很疯狂 当年乔丹得两次三连冠的时候 我把别人家的床板给踹断了 有跟他喜欢同一支球队的吗 我喜欢曾经执教过 国际米兰的穆里尼奥 我们说那支球队 没有是吧 而且他的工作经历也很特殊 他在伊拉克做过石油工人 伊拉克好玩吗 其实 对于足球爱好者来说 还是挺好玩的 怎么说 因为我们从机场巴什拉 到我们公司的项目部 在这一路上 马路两边全都是球场 有这么高的 这么高的 这么高的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 都在两边的球场里边踢球 而在两边的 就是在街道上跑的孩子们 大部分都穿的 就是各个支持球队的球衣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氛围 当时他们还在战火当中 我们对伊拉克的熟知呢 一个是石油 一个是战争 那个时候 那你在那不是很危险 确实是有点害怕 想回来吗 挺想回来的 那你为什么选择去那 一种经历吧 我因为读书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 人都要经历一下 可能我听说 就是那个 平凡的世界当中 孙少平 他们去煤矿工作 我觉得劳动 真的是能够改造一个人 我希望就是 通过我的这些 就是艰苦的这个劳动 能够促造我的整个人 其实我想问小马 这个问题 就是说他去伊拉克这件事 是很早就想去了吗 确实是 因为是这样 就是我们读的是石油大学 石油大学跟石油相关的 虽然我不是石油相关的专业 但是石油相关的话 一个是中东 一个是南美 去一下感受一下 还是挺好的 我比较喜欢这种经历 所以我看你很早 其实就为此做了准备 因为你获得过 11年就已经获得了 你们学校的阿拉伯语的 一个讲演比赛的 那个第三能奖 是吧 对 就是因为这个 这样的一个方向 严厉对不对 对 所以说明你还是一个 就是行动派 他还挺是一个 孤注一掷的人 对 他豁得出去 先看一下他的背景资料 好 这么几张图片呢 第一张是 2013年参加 亚安救灾的时候的照片 第二张上面是 今年的深圳资产会 然后呢 在右边呢 是我在伊拉克工作的时候 跟一些朋友 一块照的照片 下面右下角 是我和我的球队 获得冠军的一张照片 第二页呢 是我的一些证书 和一些学习的一些经历 其中有两个重要的点 是我在工作的期间呢 是获得了 美国贝克休斯公司 和这个俄罗斯卢克石油的 两个监督的推荐信 下面的一部分呢 是在学校里边的 我是在学校担任 组写主席和优秀学生干部 学校的组写主席是干嘛的 就是负责组织比赛啊 这类的 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公益项目 就是广和县少数民族边缘项目 流动留守儿童的教育项目 第一个呢 是通过兴趣活动 培养孩子们的阅读兴趣 引导他们建立一个社区教育 和这个家庭教育的一个概念 还有呢 制定了一个三年的机构战略规划 谢谢大家 他今天来应聘的职位 非常的明确 储备校长 是吧 是的 这好像只有几家企业有嘛 对 我挺纳闷 为什么你的志向是这么个岗位的 从09年开始一直在做公益 做支教 或者说是到16年 做社区教育类机构的工作人员 我其实觉得 真正最大的公益 还是在做教育 社区教育的核心是什么 社区教育 它其实是针对社区内的 所有的人群 第一个呢 是最主要的弱势群体 还是儿童和妇女 所以我们只是 就是关注这些重点 天然社区公益 是吧 对 还是以公益的性质 你的意向企业是优胜吗 是的 还有别的吗 别的 这么执着的人 是不是今天只选他一家 别的都不选 也会考虑 但是别的没有什么储备校长 这职务你考不考虑 我说了就是 除了储备校长 还可以做策划类的 因为活动策划 也是我的策划 来 策划的 好的 我其实还是得搞清楚 一个动机 因为刚好我有个朋友 是在中石油研究院 是吧 就是说其实是非常需要 这样的人才的 其实中石油 中石化 他们派驻到外面的这批人 其实实际上 真的是为这个国家 在做贡献 就是说当然 你离开这个伊拉克的原因 是因为危险 其实也有很多的地方 没那么危险 比如说刮大尔那边 为什么不去 直接在石油系统里头 再换一份工作呢 我离职的 有主要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客观原因 就是太危险 第二个原因是 主观原因 就是因为 我希望要求的 一个岗位的提升 但是 这公司不能达到我的 能满足我的要求 我觉得有个逻辑问题 伊拉克应该很多人 都不愿意在那儿偿呆 人家流动性那么强 你又想要好好跟那儿干 那怎么会不给你机会呢 本质上还是你想回来 他不想在伊拉克干 他在这个系统内 还是你的能力问题 其实是这样 最主要的 还是因为太危险 我就想回来 然后家里边也希望我回来 是不是要结婚了 对 接了吗 没有 那为什么回来不接呢 想过就是 回来以后 开了一个奶茶店 你 奶茶店 对 开了吗 开了 这没写 他就很有意思 他把自己最擅长的 积累了很久的东西 放在一边 然后做一个自己 全新的一个东西 对 这个 就是选手整个经历呢 他显示出来是一个矛盾 他大学毕业之前 他的整个的规划 非常清晰 而且准备工作 做得非常充足 大学毕业之后 就完完全全 把那个原来的规划改 给抛到 要云外了 这我们特别不理解 特别适合住外 来听他解释一下 你的这段经历 跟你自己表述的执着 不相符 不相符 你跟我们解释一下 你第二环节 是有一个演讲 是吧 对 我建议你把这所有老板的疑虑 都归结在第二个 演讲当中 主题就是 执着的人 为什么不执着 好不好 可以 来 你今天应聘的是 储备校长 或者是策划类的 其他岗位 要求薪酬多少 六千家 有地域限制吗 最好是南方 南方的一千 你们是快结婚了吗 广州或深圳 你女朋友在哪 女朋友在哪 女朋友在西安 西安 对 那你还结什么婚呢 你这个 哪有执着呀 你是个有故事的人 第一轮选择 还有九盏灯 跟上个人 职场考题 同事在另一家公司 谋得了显赫的职位 听到他即将离职的消息 你的第一反应是 A 抓住机会 在欢送会上 好好表现一下 你的演说才能 让上司对你刮目相看 B 邀他共敬告别晚餐 祝贺他 并让他知道 你会多么地想念他 C 考虑如何重新安排工作计划 因为他的离去 你不得不承担 部分的遗留工作 选择哪一个 选择B 第二个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我非常有自信 我觉得以我的能力 完全可以 胜任任何的工作 然后呢 也没有必要去 考虑别的东西 所以说我仅仅是祝福他 这种事发生过吗 没有 老板们会选择哪个呢 问题已经非常显著了 就是我 我现在其实已经通过他 选择第二个答案 我已经知道问题所在了 哇 你真聪明 聪明绝顶 我来说一下为什么 其实我的选择肯定是第一个 因为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就是机会到了 你不表现 你是一块金子 但是你不去主动地发光 没有人去游 这个发现你的 这种的义务 所以说其实就跟你在 忠实游的这种情况 你其实只要在内部调动一个工作 没有那么危险 可以甚至说回到国内 也能够照样地 能够处理相关的工作 你的优势一样能够发挥出来 但是你没有去主动地去表现 和主动去争取 来 颖峰你选哪个 如果是我选的话 我肯定选B 因为我们的角色是决策者 是一个团队的高层领导 所以我们永远都在想着 如何建团队 如何挽留人才 或者未来怎么获取更好的人才 所以在我们的心里 从来没有对手 即使人家离开 我们留下最好的印象 说不定哪天江湖又相遇 所以是站在这个格局的高度上 我们对每个人都会采取 这么友善的态度 来 我们来听一下三位老师的解读 这道题更多还是考评 一个候选在做这个工作场景设计的时候 一个叫聚焦度 刚才我们尹峰那边已经解读过了一次 但是我觉得我们调整一下 他一站着老板的角度来就看 不管选哪个选项 他作为高层就看这个事情 但我们候选在选的时候 他是偏向一个同事层 他更关注这个同事走调之后的一个助理 更多是一个人际关系 而AOC呢 其实更多是关注他的领导 和关注工作的安排 所以他其实验证了刚才很多老板判断他 他失焦度比较明显 那你这样吧 接下来的演讲当中 就把这所有的疑惑都给解释一下 接下来的主题演讲 执着的人为什么不执着 其实听到这么多呢 大家还是对我的整个的人生呢 感觉确实是有点迷离 我也这一年当中 我也一直在觉得很迷离的一个状态 为什么呢 我放弃了我最宝贵的专业 我最擅长的这些技能 然后又回到国内 回到国内以后 我发现我在甘肃的这个家里 家乡这边 我确实得不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工作 而我的一些能力 或者说是我的一些需求 或者说我的一些想法 跟那边的整个的情况 非常的符合拍 我希望的更多是精力 更多的是提升和努力 谢谢大家 我觉得这跟你一上台说得差不多呀 而且你这个应聘宣言最美的梦想 一定最疯狂 我就是我自己的神 我活在我的地方 这话挺狂的 对吧 但是跟你的这个外形形成那么鲜明的反差 但是你又默默地陈述了一遍 我觉得这个演讲好像没说出什么心里话 我觉得我的梦想 我刚才说过了 最大的公益是在做教育 我在做公益的这么多长的时间里边 做社区教育 其实很多时候是资源 各方面的这种人力啊物力啊 都非常的有限 我希望在企业的层面上 在更大的这个城市里边 去学习到 去发挥到更多的 关于教育的理念 教育的一些情况 然后再回报我的家乡 那说明你应该考当地的这个公务员 或者进当地的公立学校 对吧 你到商业机构学了商业运作手段 你回去干嘛呢 你也没钱啊 如果你再这么讲情怀啊 大家只能脸上微笑着 但心里否定你 对吧 因为不真实 特别分裂 没错 你要解决的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就不要跟我们说 你要解决的是你家乡的问题 就这么简单 来 庞百业 你有什么要补充的 马书伟 你的大学学的专业和你后面从业的这些经历 感觉给我们感觉都是碎片化的 你有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思考吗 你对你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 有五年十年的规划吗 就是让我们觉得非常割裂 你的任何发展和理解问题的这种方式 我们需要你给出一个就是这样的答案 你有太多未解之名 我也给了你一个机会 三分钟做演讲来解读大家的疑惑 你也似乎没说出过所以然 但我也就不用逼你了 现在这样的一些问题 你能从最后给你的机会 你把它说清楚 否则的话 真的像陈昊所说的 大家微微一笑 心里各怀心事 我对校长呢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就是我的了解 第一个呢 是要有一定的管理能力 第二个呢 有一定的运营能力 第三个呢 就是对于教育 有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理念 然后呢 通过这个自己的学习 去努力地去成为一个真正的校长 这是我认为的一个校长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 我觉得可能 可能我今天的这个面试的 这个整体的情况 不是特别好 但是我可以从基本的 从策划 活动策划 这一块做起 你一开始是加分 后来每况愈想 你现在要调整薪资吗 要调整地域范围吗 薪资可以调整 调多少 调五千家吧 有地域范围还可以再调整吗 非要南方 最好是南方 但是北京或者说其他地方也可以 最后还是那个好奇的问题 你把他一个人人那儿回来又结婚 你到底要干嘛呀 我没钱了 没钱了 没钱先赚钱是吗 对 来 第二轮选择 薪赫里 说到最后 不讲情怀 没钱结婚 说实话嘛 接点地气嘛 情怀不是在这个台上讲的 这个台上就是讲 你有什么能力 拿多少钱 先把自个儿养活 再去谈情怀 否则的话真是微微一笑 好吧 奶茶店那也不开了 我还是要说一下 我其实还是挺鼓励 每一个年轻人 每一个选手 先是要有情怀的 心忧天下 高瞻远瞩 这样的话才能够 把现在的事情做好 但是我也同意所有人讲的 也是我想跟你讲的 行动要跟得上思想 能力要匹配上梦想 这样才配讲情怀 我觉得我同意 我觉得恰恰就是 因为今天情怀太多了 没有人否定你的情怀 就是你得讲实力 职场讲实力 关键咱们没把实力展现出来 而且最近的 以职场经历来讲 你跟做一个校长来讲 没什么太大关系 接下来我们有请熊平行帅 谈情不善感情 行种貌似 一句话都没问 没有讲 又站上了这个境界台了 我觉得他很有 我们行刷教育所 具备的那个梦想 我觉得我还是能懂他的 就是我们行刷教育 也能给到他这样的一个职位 就是我们西部 中西部扶贫项目的 这样的一个 技能扶贫的一个项目的专员 请揭晓 我要CTO提供的是 我们我要CTO学院的 这个项目经理 对这样的心愁满意吧 满意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我想问就是 我的整个职业精神通道 我觉得我对你的这种判断呢 其实逻辑还不是特别清楚 所以我认为进入5L CTO 你现在最重要的 不是考虑你的职业精神通道 而是考虑的说 在这个基础工作 在我们这个教育平台上面 你能不能把这个项目经理 把基础的项目做好 项目做好的 那我觉得在整个舞台上面 也自然会有你的竞争通道 我们行传教育能给到你的 其实这是个全新的项目 你有很强的探索的空间 因为中西部是确实需要 教育的支持的 我觉得在线教育 是确实能帮助这些的 在未来 如果你有这样的梦想 也能帮助更多的 中西部的孩子 有一技之长 并且生活得变得更美好 来把另外十盏灯亮起来 有没有清楚超过余七千的 灭了 思考十秒 做出最后的选择 五一CTO行帅教育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行帅教育 去吧 我今天确实是 学习到了一些东西 希望你和他说的 做一些事情 真正做完了 再去给他千万 老师说的对 我叫崔明志 士兵 目标明确 一丝不苟 是我的个性 婚礼场上灯和光 每一次浪漫的执行 都使我光荣地绽放 我想让自己动起来 工作狂 让自己忙 只有这样 才能学到真本领 我渴望无用无力地生活 十年之内 有自己的车和房 这样才是我真正的梦想 崔明志 男24岁河北人 武汉市军械士官学校 中端 轻武器修理专业 尊敬的十位老板 三位人力资源专家 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叫崔明志 毕业于武汉市军械士官学校 轻武器修理专业 在校期间 我曾以全队第九名 并且平均分90分以上的成绩 荣获团家奖一次 16岁的我开始独立生活 做过洗车行 开过服装店 退伍之后 我做过军训教官 在我带的团队当中 从来都是一二三名的好成绩 我还做过婚礼现场的执行 以及现场的布置工作 业余的时间呢 我最喜欢的事情 是去做义工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寻求的职位是活动执行 希望各位老板多多地包容 给予合适的工作岗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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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武器修理专业 是的 修什么武器 就是一些单兵的手枪 步枪 机枪 以及轻型 炮这些的 你还会修炮呢 轻型 比如迫击炮 单兵火箭筒 这些 那是一项高难度作业吧 反正要求专业度比较高 那你为什么会选这个专业呢 有意思吗 就是部队保送去的 好玩吗 刚开始特别好玩 就是建各种各样的枪 基本上国内的枪 基本上都摸过 你喜欢哪把枪 喜欢九五十自动步枪 因为它的适用能力非常好 你觉得这个枪跟人的人性 或者性格有什么联系吗 比如说让在场的所有的男老板 你觉得他们像哪把枪 你像叶子龙那种温雅的人 他适合哪种手枪呢 九二十 九二十 为什么 一枪一枪来 一枪一枪来 一刀一刀干 来来来 韩虎 她那个光头是个什么枪 她应该是冲锋枪 比较猛一点 冲锋枪 比较猛一点 那那个美女呢 艾琳呢 艾琳 她应该是匕首手枪 就是比较温柔性的 别人发现不了 然后就是温柔性 猛地来一下 这样的 不应该是红银枪吗 穿成这种冷枪 冷枪 对对对 还是一个挺神秘的 这样一个专业 对对对 这上面写 崔明志是一个非常讲孝道的人 很传统 认为孝道是一个人的 基本道德素质 来说一下 你是怎么孝敬父母的 我认为孝顺 既然是孝顺 两个字 第一个是要孝 第二个是顺 要顺父母的心意 并不是说 我回家了 给爸妈带点礼品 带点衣服 带点钱 就是把爸妈哄高兴了 其实要顺老人 心里边想的是什么 比如老人就期盼 儿女平安 多多陪她 你给你妈洗过脚吗 别说那么多 你给你妈洗过脚吗 洗过一次 我一年就只能跟他们见一次 在场的老板们 最近给母亲 或者父亲洗脚的有哪个 有没有 我买了个洗脚盆算不算 全自动的 不用我弄什么 买了个洗脚盆 我送了好久 在家里不算的 其实 附老师 您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 花钱都不算 就是两代人之间的很多的观念 做法 认知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现在给我们家买的 除埋的那个精华器 他们到现在都没拆 知道吧 所以说您说这个 尽孝道这件事吧 其实两代人之间啊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那个 难以磨合的一些观点 我觉得我倒是觉得 这跟中国人的表达方式有关 因为我父母都去世了 这到现在为止 我也特别遗憾的是呢 就是在我父母老的时候 没给他们洗过脚 没亲他们一下 这个真的是中国人 点紧脚指甲呀 对啊 对啊 这个都没做过 好像都是我姐呀 我妹他们去做 但是好像那种肌肤之心 那种拥抱啊 我觉得这种亲密的 这种习惯没有 其实我虽然认可 就每个人表达笑的方式 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其实对于笑道本身的理解 还真的有低层次和高层次之分 有些人认为笑道 是因为父母养育了我们 所以我们要回报 但其实这还不叫真正的笑 也不叫真正的爱 这叫交换 因为你养育了我 所以我要回馈 我认为真正对父母的爱 是那种 眼看着他的头发白了 眼看着他即将老去 你无法阻挡他的衰老的 那种内心的绝望 我认为这叫爱 如果你内心有这种感觉 这种绝望其实就是爱 来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情景资料 第一张我准备了 我在演艺或者婚礼现场 这些照片 都是我带领团队 进行现场的布置 这些是我在做传统文化义工 以及上街头为爱心宝宝 捐款的一些照片 下面我是列了一些 自己的优缺点 就是有时候爱较真 比如我做一件事 就是非常渴望要把它做好 要么我就不做 做就要把它做好 其次就是我的学历 不合群呢你 不合群因为我不抽烟不喝酒 所以别人就是把我叫出去的时候 那种应酬工作我不大喜欢做 不喜欢做 然后也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 你指的不良嗜好是什么 我来听一下老板们有没有 比如说半夜不回家去夜店 你说这个不良嗜好的时候 干嘛要叹口气呢 去夜店算不良嗜好 碰到过这样的人 去夜店也不一定都是坏人 也有放松压力 我觉得好人应该不会去那地方 我们公司的人 我是带着我们全公司的人去夜店的 得罪人了 肯定是有人 你不排除有些人是在那儿 放松工作压力的 但是长期待在里面的人 一定是别有用心的 对是这样 对吧 同时是这样 把你拉去夜店你去吗 我不大想去 我首先拒绝 去了能干嘛呢 硬让我去那没办法呀 老板让我去对吧 反正我都坐在那儿 我也不喝酒 我也不蹦迪 我以为你在楼下等老板呢 我认为你们把夜店想得太恶熟了 他有点把自己放在太干净的位置上 你认为自己有没有别的 我去过 你认为自己有没有别的不良爱好 他说他去过 我去过 说一下去干嘛了 去蹦迪啊 告诉我一下里面的感受 我没去过 就是 你会蹦吗 会 来来蹦一下看看 来来来来来点第十高音 来来来 你这样 你这样 我想看一个平时非常传统的人 在那种音乐下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你要跟我一块儿蹦我就蹦 我叫一个人上来跟你蹦 我就叫你 我还真不会蹦 就您蹦 我还真不会蹦 不会我也不会 是吧 哎呦 你说谎了 小崔 小崔说谎了 小崔 来来来来点音乐 真不会 来嘛来嘛来点 年轻人嘛 刘建勇 刘建勇 来来来 来来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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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加油哥快点加油 到手 快点快点加油 快点 你今天这身服装特别适合啊 来 群魔乱舞开始 来来来来 先来来 加油就喜欢你啊 李北 我都不敢看 你们有少退票的 把音乐拉下来啊 你去过夜店吗 我去过夜店 那你为什么 那你为什么显得很声色的样子 最少最少有十年 十年没去过夜店 这几年绝对没去过 那你这十年去了哪儿 这十年真的是在家 这十年真的是在家 因为我们去过酒吧 就是坐在那里 就慢慢的喝 酒吧跟夜店有什么区别吗 就这种 因为年龄大了嘛 真的年龄大了 就坐在那里特别吵的时候 我认为释放不了 谈事 好吧 谢谢加油 好吧 总而言之是一句话 不要因为自己的一面之思和偏见 去理解某个人和某个人群 好吧 第一轮我们还没选啊 问一下你 你今天应聘的是活动执行和影视助理 是吧 是的 要求薪资多少 四千家 有地域限制吗 首选北京 其他地方也可以 经常出差也可以 来第一轮选择去活流 还有九盏灯 天生我有财 来 主场测评 陈老师我能说一下 我自己跟你说吗 你说 就是我讲一下 我跳舞的感受啊 我认为 我就知道是这舞跳完就灭了 你入戏了 出不来 刚才上台 我没有讲这个环节 我在跳舞过程中 我有一个隐隐约约的感觉 就是你在团队中很难融合 他有一 我说实在话 他有点装 是吧 就是在团队中 他真的有点装 这种装是什么呢 就是刻意地拔高自己的个人品位和道德感 有那么一点感觉 有那么一点感觉 端着这是一定的了 就我希望你 我给你提个建议 就是绽放自己 在你不应该 这个显成熟的时刻 尽量去绽放自己 放不开嘛 对对 放不开嘛 因为团队是需要融合的 来 当回想起你的职业 你觉得自己最愉快的是哪个阶段 阶段就是我 其中做过两个职业 第一个是婚礼的现场执行 还有一个是做军训教官 就是做这两个职业 就是说 作为幕后的这种人嘛 荣誉都是他们的 我就感觉这种的时候 拿荣誉的时候 自己心里边非常的愉快 就作为一个付出的人 对对 那就是说你喜欢待在幕后了 我比较喜欢这种付出的工作 那你为什么今天要来到台前呢 为选择这种应聘方式呢 因为我想成长自己 学习一些最基本的技术 因为自己没有考上大专 然后自己所以年轻的时候太贪玩嘛 来 她的回答印证了她哪种心理质素 她就是比较适合做这种支持性工作 她的表现力 包括张力 性格的张力 可能暂时还达不到 比如说做台前的一线这些工作 是这样吗 就是做台前的话 基本上就是在部队说过相声 然后那个表演过节目 是这样的 其实我的理解呢 刚才你的回答 补充白岩老师 其实你的内心里面还是不自信的 之所以图了老师和嘉勇哥会认为 你可能有点不真实 有点装 其实性格当中不是那样的 是因为你对自己 在某个时候你会感到恐慌 感到害怕 感到不自信 不踏实 所以你就把自己隐藏到了另外一个位置 但这种隐藏反倒给别人感觉 你不真实 你应该兴奋 找工作嘛 是些好事情嘛 所以从装里面跳出来会更好 回到她的求职的职位上来 跟余文浩也是有关系的 对 我还想问呢 就是说从她自己之前的所有的工作经验 和自己的兴趣爱好的储备 其实我怎么想也想不到 就是你想去做影视的助理工作 对 对 就是跟这个行业离得比较远吗 你是基于什么考虑啊 我是基于 我比较 还是比较喜欢复出这种工作 因为拍出来一个电影 别人红了 然后这个电影上电视了 我作为复出的一份子 我就感觉到非常的光荣 这个复出呢 你刚才所说的复出呢 它是一个大团队 对对对 集中表现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结果 对 那我其实关心的是你的定位 和你的储备 喜欢这方面的工作 然后那个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工作狂 因为经常做影视这方面经常加班 然后我特别喜欢加班 我如果不加班的话 我就觉得好无聊啊 这都不是理由啊 对 这都跟这个没关系 好多地方都加班呢 IT公司加班 你说一下你喜欢影视的理由是什么 对 为什么喜欢影视 可能就是我 我家乡原来有个那个 我家乡有个明星叫王宝强 是 然后那个 他就当时拍出了一个电视 叫士兵突击嘛 我觉得他是一个草根 我也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草根 其实啊 他是渴望猜浅 他是渴望绽放的 但他又放不下那个小身段 然后一方面就像在他在道德上的优越感 是一样的 他看不惯某些人的行为 但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他也说不出这种 看不惯的原因 跟自己到底有什么关系 你说到 你说了半天 你都没说清楚 你到底为什么是影视行为 影视行业 到底哪方面的魅力触动了你 你到现在都没说清楚 那个小崔 我帮你一下 其实我有一个同学 他也到剧场去工作 但是他跟我讲 他特别不喜欢脑力工作 他喜欢体力 所以当灯光师 场工 包括巨舞等等 都可以 我不知道我说来 是否契合你心里面的想法 因为我感觉 你喜欢去做那些 更偏于落地执行的工作 可能跟体力有关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对不对 他呢 反正一共写了两个 职位的那个方向 但我为什么问他的问题 集中在影视呢 是因为你后面还罗列了一些目标企业 你的那个目标企业呢 反倒还都是一些影视类的 对 对 这是我比较 比较关心的 但现在看下来 也是 你也是没有想好 其实 来第二轮选择 去后面 纠结哈 这样的人就让你 还有吗 还有两盏灯 直接进入 弹琴不强感情 来 请揭晓 4000 4500 对这样的心中满意 来 您可以问一下 我如何做好这份工作 就是老板给我的职位 我如何做好 就是您给我的这份职位 我觉得从销售做起 其实更接地气 然后呢 这样的话 我觉得对你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给出的职位是呢 那我们robot旗下的 布丁机器人 那其实全国的一些销售工作 给4000 工作地点是在北京吗 辈子在北京 但是会被害到各个地方去 这边还没有 我们行转教育 能给到你的是 课程拍摄的助理 它其实和影视 我觉得没太多区别 只是说我们把课程 当成这个电影来拍 然后呢 并且我们行转教育 能给你提供 影视后期的课程的学习 我觉得这是对你帮助 是最大的 因为你其实是很喜欢 影视行业的 嗯 帅 你是真的认为 它适合影视行业吗 你还给它往这去引导 我觉得它挺适合的 因为它不是前期的 它是后期的 就剪辑啊 包括拍摄之类的 不是 不管前期后期 你觉得就从它整个的履历 从它之前的专业 和它就是在部队里面 我 因为是这样的 我们公司有好多这种 那个学历理率里面 不是一个特别高分的人 就是可能在六七十分 行帅 现在特别热爱工作 我不是质疑你啊 因为我觉得呢 就是咱们站上那个位置之后呢 咱们 咱们的功能就发生变化了 可能咱们的功能 就不只是对着这个候选人的 这个孩子 咱们可能面对的是 很多跟他年龄相仿 经历相仿的 这样的年轻人 就是我觉得 我 起码我自己看下来 我觉得他之前 在求职方向上面呢 是非常的混乱的 我觉得我们有义无应该 让他明白这一点 比如说刚才 人类专家 说他呢 是一个不喜欢动脑的 这样的人 他也在寻找 不喜欢动脑的 偏执行类的工作 我认为这个就是 我们对他的一个解析 这对他是有帮助的 比电视机前的 很多很像他的年轻人 也有帮助的 他会在热爱的角度上 去能把他喜欢的工作 做得非常极致 他怎么热爱呢 行帅 我刚才问了他 那么多基础问题 看热爱不爱 看行动 其实看过程 看结果 他们俩的观点 我是这么去看的 其实行帅一上来就说了 和这个岗位跟 叫影视没什么关系 只是一个摄像工作 如果你要是确定是这个角度 我觉得他有可能可以执行 但是冯浩你说的影视 我认同你的 他完全不适合 因为影视是一定要 就是解放思想 充满着好奇心和探索欲望的 这是他恰恰所不具备的 因为行帅刚才说 我给了他的也不是表现的 而且特别善于看到问题的痛点 这个问题不再讨论了 见仁见智 你自己考虑一下 到时候你自己的问题 来 把另外一段灯亮 有没有心酬超过于4500 好 把灯都灭了 10秒做出最后的决定 robot 智能管家 行帅教育 或者是谢谢再现 你的选择是 谢谢再见 好 把灯亮起来 来说一下原因 首先我来到这里 寻求的一份职位 就是因为我学历不高 我就渴望成长 我渴望学习 可能大家觉得我比较端着 其实我并不这样觉得自己 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 我觉得我是寻找一个学习的平台 那如果你真的是寻找学习 就任何一个机会 你都可以学习 为什么要拒绝呢 因为我的意向企业 不是这两家企业 那你为什么还要跟他们讲价钱 问他们问题 那我刚才应该是不问问题吗 那当然了 那有意思了 你的意向企业是 伊伦诺伊和奈娱乐是吗 对 他们都没有来嘛 没有来 你可以投简历 你不上这来嘛 既然我们不是你意向企业 怎么把这一个多小时节约了都好 你也浪费 我们也浪费 建议你也没听进去 不是这样的 我的意向企业 当知道他们 你知道 其实我们不质疑说 你想学习的心 也不质疑你曾经努力过 我们所说的端着 就是你老言不由衷 你老是人站在台面上 话掉在比自己脑袋还高的地方 知道吗 就是你内心 没有把自己内心那点东西释放住 你说你就是想学习 好不容易又有两家企业了 你为什么不去学习呢 不 我觉得还是有问题 你要说你不会 你就是白纸 那咱们就白纸的态度 这两家企业 你查过它招什么岗位吗 对吗 所以说那时候 所以说你连基本学习态度都没拿出来啊 那两家企业 感受我觉得自己还需要学习 学习更多的知识 然后深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 多去了解一下自己想去做的事情 做好准备工作 然后再去进行应聘 我叫刘霜 我是北漂一族 五年前我带着我仅有的六百三十块钱来到北京 那时的我 朝气蓬勃 奋发有力 通过五年的工作与学习 现在我更加沉稳 自信有魄力 我相信 强者在意境中 找回自己 弱者在自卑中失去自己 自强不息的我 来了 刘霜 男26岁 黑龙江人 大连航运职业技术 医院 大专一业 航海技术专业 大家好 我叫刘霜 今年26岁 来自于黑龙江省 3234 虽然我们有优秀的毕业学历 但是我有三年的工作经验 以及两次创业经历 曾经我在工厂里边 驾驶300吨的推胶车 那时的工作 锻炼了我吃苦耐劳 和强劲的工作责任感 我也通过自己的努力 从一名普通的海底劳服务员 精神为海底劳大堂经理 现在的我 加盟了一家马拉瓣快餐连锁店 并且兼职区域代理 所以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想求职一份 运营管理 以及未来输出方向 总经理助理的岗位 和在座12位老板 还有三位HSA专家 推荐的岗位 谢谢大家 有点紧张是吧 第一次上这种舞台 稍微有点紧张 你来这儿 你女朋友知道吗 女朋友知道 听她的建议来的 她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中式粉丝 你是吗 我是两年前通过她的介绍 两年之后才看的 当然她在五年前就有看我们这个节目 你是航海技术专业 我是航海技术意义 学校的意义 为什么意义 第一个 我学的专业当时的学校 学费很高 然后我的家庭当时是 比较贫穷的 然后第二个 就是我的专业 没有长久的 就业方向 然后我觉得 如果是上年三年 一次给家里添压力 第二就是 会念完书中 没有就业单位 然后我选择了 提早进入社会 锻炼自己 那你最初为什么选这个专业 这个专业赚钱 可以养家 赚钱可以养家 事实上你毕业之后 虽然就业面比较窄 但同样薪酬不错 还有一点就是说 如果是因为家庆贫穷 我认为是不认可 其实你通过自己 勤工俭学 一样可以读完 也许我有个人原因 我承认 这个专业要求英语 必须特别好 所以我的英语 当时确实没有达到 所以说白了 其实是因为自己不喜欢 用或者是能力不够 家庆贫穷和其他的 只是次要因素 对吧 感谢陀老师 别感谢 我以为就是论事而已 你多少斤 我180斤 你挺能吃的吧 因为我现在从事的是 餐饮行业 在海底捞吃胖呢 在海底捞吃胖呢 现在比较瘦一点 我看海底捞 好像员工吃饭 好像不是吃火锅 每天晚上员工才有火锅 最多的时候 在海底捞 能够挣多少钱一个月 一万左右 在海底捞都学到了一些什么呀 断裂了我个人的运营团 管理团队的经验 管几个人 最多说24个 你是大厂经理 对 还有什么收获 还有就是 在海底捞 懂得了 怎样去跟客人服务 沟通 然后处理一些危机公关 这也断裂了我个人的一些职场的素养 所以你后来做这个麻辣伴呢 是自我创业是吧 麻辣伴是我自我创业 你海底捞干得那么好 为什么要走啊 因为当初我看了天津卫视一个节目 叫长龙卧虎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兄弟节目 对 然后那个时候 胡宇和麻辣伴有来到这个平台 展示他这个产品 然后我那个时候在海底捞是做得很优秀 然后我也很感谢这个企业 但是那个时候我想拼一把 让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不能看看能不能创造更好的收益效果 然后家里边过得更好一点 干得好吗 第一年做得不错 赚了差不多十万块钱 投资了第二家店 然后我也通过第一家店的成果 跟这个公司申请了代理 然后公司当时也就是把代理放给我 很相信我 然后我做了这个区域的代理 后来咋不干了 现在的话 这个店还是在盈利的 只是我交给家人管理了 你那个百分百的加盟店的 一年的收益是多少 利润 净利润 就是净利润是十万 收入大概在五十万左右 五十万 对对对 你投资投了多少钱 我投资 我和女朋友各投一半 然后总共是投了十二万块钱 那你安装模式完全走回去 你完全没必要进入资产 因为福州的房价和人工成本都非常大 去年非常好做 今年就非常难做了 去掉人工成本和房租成本 再加上所有的固定成本 基本上我现在这种店 对于我个人来讲的话 确实如果长期的坚持下去的话 就容易 就一句话不如上班呗 那今年的 收入下降了 我来问一下 那你今天求迟是在福州还是在哪 最好在福夏两地 但是其他地方我也考虑 那你今天来应聘 是不是只做餐饮行业 因为你只做过餐饮行业 我相信我是只做过行业 我只做过餐饮行业 但是我的能力通过餐饮行业 锻炼了出很多我管理团队和运营的能力 要多少钱薪资 薪资在八千家 不是你行业有没有个准普啊 他没有 他说都可以 我觉得这第一关这个有点问题 职业选择 如果你说因为你干过餐饮 就什么都能干 你这不是扯吗 对吧 那你就得有一个具象的 如果你今天就说干餐饮 我们还觉得这是对的选择 那你要说这样我们谁都行 那我觉得这第一楼 看来你没诗话了成了 对不对 这里面最大的一个bug是什么的 就是如果你做的餐饮 是业绩往上升 那我还觉得你的能力 有可能会拿回来被我们用的 关键是你也运营不下去了 那这就是我们 就用人单位就会考虑 第一是跨行业 第二呢 就是你的能力到底是哪里 我觉得家勇说的 这个是巨大的bug 你自己在一年的经营当中 也不是特别的成功 家勇为什么 家勇你说他为什么放弃 12万的投资 一年都还没有收回投资 这个项目肯定不行 你的12万是 逃出这个投资以外 还有日常经营 开销以外剩了10万 还是没算那个投资 总投资12万对吧 对 总投资12万 净利润10万 投资回来了吗 投资回来了 投资回来了 他说的就是那意思 投资是12万吗 一年回了10万吗 对 12万回了以后又挣了10万 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吗 哦 我哪有那么高利润 10万的收入而已 到底是不是 是 对啊 20%净利润已经不得了了 好吧 他作为一个加盟合作者 供应链还不是他的 就你没回本啊 本我回来了 但是因为我去年一年 第一家店投资了12万 然后赚回了10万 然后就差2万块钱回本嘛 对 那就没回本嘛 那就没回本嘛 你哪回了本嘛 但是只是在去年 这家店我今年还经营了 四舍我入 四舍我入 而且你还付出了时间成本 都有一年你没拿薪资 对吧 这还不如你上班呢 对啊 原来他还得拉一年 还挣9万6呢 要求8000 是啊 对 运营经理 最好有往总经理的输出方向 总经理助理的输出方向 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全国各地不限 最好在福州 是的 确定了啊 确定 第一轮选择去货累 在工作当中总是碰到 随意使唤人的老前辈 员工敢怒而不敢言 你会怎么解决 如果我是个员工的话 我会先执行后申诉 如果我是一个管理者的话 我会先跟老员工沟通 对新员工的传输医的经验 也会对新员工 想一下要理解老员工 他这种说话方式 那比如说我就是那个老员工 就是我喜欢喜欢人 你跟我沟通一下吧 呃 你好 图书馆 今天就是我第一天来参加工作 然后呢 呃 今天我的学习到了很多 但是我心里边有一点不需要 嗯 就是今天我跟我一起搭档 这个老员工 嗯 他说了我很多问题 老图干嘛了 老图 多次的就说 说我让我怎么做 怎么做怎么做 老图是爱护你 嗯 但是但是 多干点怎么了 多干点怎么了 但是也 我今天心里 瞧你这么胖 就应该减减肥嘛 我第一天来 确实听到这种字 我感觉很不舒服 你干着干着不就会了 嗯 那我继继加油 哈哈哈哈 来 你们对于他的回答有什么解读 看他跟你的对话来讲 你只被你的气场压住了他 体现不出来 他在海底捞这一两年 这种经验 这管理经验上 看不出来 不像是曾经独挡一面的人 而且是他做大量的服务业 应该在举着这种管理冲突 和在团队上 应该没有体现出来 这问题考的是什么 考完还是对这个团队上 这种冲突管理 他有没有一些比较丰富的技巧 来处理好这个内容 但前期在做布局的时候 他说如果作为员工是这样的 如果作为主管是这样的 这还挺好 对 但进了局跟你对话就明显没有踩到你的点上 也不会倾听你的内容 可能就是没有找到好的方式 那我们换一个温柔的跟你对话 来 来 把水给我倒过来 好的 没问题 然后把水给你倒过来 然后我会问 今天水帮你倒过了 啥呀 你知道我最不喜欢用纸杯的 为什么我要给你倒水 我来这是工作的 不是来给你倒水的 你是不是我的员工 这也是工作 倒水就是工作 我们俩都是员工 只是你是老员工 我是新员工 对呀 但是我新员工不一定比你差 我可以帮你倒杯水 当然你可以 你这个小伙子 你是不是我下手啊 你帮着我一下 怎么了 可以 没问题 我有时候 我说这杯水我帮你倒了 但是呢 我个人觉得上班的时候 我们更应该地投入到工作中 而不是说 我专门来给你倒水 我是来给企业创造价值的 不是说来给你倒水 今天给你倒了 没关系 你怎么知道我在 要你帮我当选的这个过程中 我没有其他用意呢 也许我作为老人 我是在观察你 希望能发现你工作上的问题 然后来教教你呢 也许那我考虑就不周全 那如果是 公司内部纸杯 都是用来招待客人的 公司内部 怎么还能用纸杯呢 确实这块 我细节做得不到位 对呀 我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来教育你吗 我倒真的很好奇 刘雨霜 你在那个海底捞 你一定有过 因为海底捞 是一向在我心目中 是以服务去胜 带过26个人 对呀 那你刚才这个过程 海底捞的培训 是告诉你怎么做 他还真不像那种 有经验的管理 对呀 海底捞一定有 这个培训机制的 海底捞的培训 告诉你应该怎么做 遇到这种情况 首先我来的时候 比较紧张 我现在深呼一口气 调整一下自己 重新再来 好 可以 非常好 拿出你的那个样来 然后首先我说一下 在海底捞 不会有这种 专门刁难员工 这种事情出现 不管是老员工 还是员工 一定会有 任何只要是 场景的环境中 一定会有 你一定要理解为说 一定是刁难员工 员工之间刁难 那如果是客人之间 刁难你 客人 客人有出现 这种情况的时候 但是我会处理 客人方便到 行了行了 别刁难人家了 我觉得差不多 这样的服务态度 再刁难是有病的人 然后还是回到 他今天要应聘的 这个运营经理的 这个位置上 刚才有人质疑说 他没有这样的 这种管理经验 刚才他这番表现 你觉得他有吗 你在大唐经理 这个岗位上 你的工作职责是什么 日常工作 内容是什么 说三个 最重要的 大唐经理 三个职责 第一 用一句话 白天干走奖 晚上读写想 白天带着员工干 在餐厅里走的过程中 观察客人 和观察客人的满意度 然后观察员工 上班的精神度 讲 就是发现问题 要跟员工讲 这方面哪 做得不好 然后如果客人 有不满意的地方 要马上进去 跟客人接触 来凝补这种措子 我不知道 刚才大家 有没有观察到 一个细节 小牛在处理 老员工的关系的时候 会马上对抗起来 当那个 韩总倒水的时候 你会马上跟对抗 为什么要倒水 但是你在处理客户的时候 你是非常nice的 那么这里面就有问题 做运营的 也是一种服务 但跟真正的服务员的服务 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通过你刚才的表现 我觉得你对运营的理解 非常的皮毛 说实话 你可能心里面 根本不清楚 运营到底要做什么 运营是非常 在乎用户感受的 但你刚才的反馈当中 显然没有 关注到这个韩总 所以要调整薪资 调多少 如果我直接说的话 你现在的感觉 我感觉应该是在 5K到6K之间 调整 调不调整 调整 调整 来 第二轮选择去后零 基于你原来做过 海底捞这样的工作经验 第二 你又做过 加盟连锁的创业者 我相信你身上的经验 已经具备了 但是可能你没有足够提债能力 在我手里 你就是宝贝了 我会把你的工作经验 都提炼出来 最后让它变成 你最优秀的能力 我想未来 在这个品牌连锁里面 你会发挥你的能力 咖啡系欢迎你 多少钱 对不起 今天表现不怎么地 所以入门门槛的薪酬 不会特别高 就是从基础的 营营助理5000开始 5000加 这薪酬你满意吗 有绩效有提成 我愿意学习 好吧 来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我未来的输出方向是在哪里 你未来的输出 从营运助理的输出方向 有非常多 第一是成为江峰上的管理者 第二是作为一个区域经理 成为直营地脑管理者 第三是作为一个项目经理 未来你可以 参与一个子品牌的孵化 足够经验能力之后 能带一个品牌 我相信以你的工作经验 和你这种充满激情的工作状态 未来在一个好的平台上学 学成之后会有非常大的前途 来 把另外十一盏灯亮起来 来 有没有心思高过于 牵的 把灯都灭了 考虑最后十秒 做出你的决定 你的最终决定是 咖啡之一是吧 首先感谢咖啡之一林总留灯给我 今天表现的不优秀 他也留灯给我 然后从场比较紧张 没有展现出更好的自己 但是通过这次上节目 老板们提到我个人问题 我接下来会进行总结学习 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 更加加油 谢谢大家的陪伴 下期节目 再见